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礼拜四 今天也是葡萄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 今天大家在街上可以看到有些老奶奶在路边摆摊 卖那个草 但那个不是草 那是一束草跟花的结合 这个传统节日叫 Dia de Espica 翻译成中文叫古会日 然后葡萄牙人说 这一天人们不应该工作 早上会在田野里散步 然后去摘这些花 然后制作成一束花 然后挂在家里 这样就可以带来幸运什么的 然后里面有什么 面包 然后生命 财富 和平 健康 欢乐 等等的寓意在里面 这个请大家了解一下 葡萄牙这边的传统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还是讲一讲 昨天这个葡萄牙882892的动态 那么现在呢 很多人已经缴费了 那他就会生成一个新的这个意向书的编号 这也是如我们猜测的 就是他就是在筛选 然后把这部分的这个老的申请人把它转到新的系统里面 然后留下这些有效的 然后再去给他们约时间去办 所以如果你在申请882892就赶紧注意一下自己老的这些账号里面有没有收到信息 特别是邮箱 如果是一些sable邮箱什么的 很可能被暂停了 要重新去升速去激活 不然这个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因为他现在是用这个邮箱来验证 每登录一次都得验证一次 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当然他也是为了避免这些人不在葡萄牙的人来操作 因为他这个IP都已经锁定 只限葡萄牙这个IP的人去登录去操作 这点大家请注意 还有这些账号密码请大家一定要拿回来 或者是自己手上也要保存一份 随时登录随时操作 有时候这个就是抢时间 如果等律师等谁去弄 他人如果不在电脑身边 这个东西错过了 就又得等好久好久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账号密码问过来 放在自己这个微信的收藏里面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